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现在让我们恭听天主的圣言 恭读德训篇 我的天主我要感谢你 颂扬你赞美上主的名 我年轻时在出外旅行以前 我公开以祈祷来行求智慧 我曾在圣殿前恳求过智慧 对智慧我要行求到底 因为他的花开得如同成熟的葡萄 我的心喜悦智慧 我的脚总打在正直的路上 自我青年时 我就到处行求它 我稍微侧耳倾听 就接受了它 为我自己找到许多教训 因为它 我得到许多益处 天主是给我智慧 我要光荣它 因为我已决定 要实行智慧的事 热心行善 我绝不会蒙羞 为着它 我的灵魂曾经奋斗过 我在遵行法律上无微不至 我高挤双手 哀酷我没有认识它 我曾使我的心灵 向往着它 由于纯洁 我终于找到了它 天主的圣缘 感谢天主 上主的规节是正直的 能悦乐心情 上主的规节是正直的 能悦乐心情 上主的法律是完美的 能畅快人灵 上主的阅章是真诚的 能开启一门 上主的规节是正直的 能悦乐心情 上主的规节是正直的 能悦乐心情 上主的御令是光明的 能照亮眼睛 上主的规节是正直的 能悦乐心情 上主的讯会是纯洁的 万事长存 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 永远公允 上主的规节是正直的 能悦乐心情 比黄金 比金顿的黄金更可爱点 比蜂蜜 比蜂窝的流制更加甘甜 上主的规节是正直的 能悦乐心情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上主请指示我 你的道路 以真理指导我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在圣殿里徘徊时 司机长 金师和长老来到他跟前 对他说 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谁给了你权柄做这些事 耶稣对他们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 你们回答了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若汉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来的呢 回答我吧 他们心中思量 若是我们说 是从天上来的 他就要说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但是我们怎敢说 是从人来的呢 他们害怕民众 因为众人都认为 若汉的确是一位先知 他们便回答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对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在今天的福音里 司机长 经师和长老们 质问耶稣 凭什么权柄来教导群众 为群众讲授天国的道理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耶稣是没有资格 来教导群众的 而教导群众 这个权力呢 只属于他们 也就是属于司机长 经师和长老 而耶稣对他们的质问呢 没有直接的回答 只是问了他们 若汉的洗礼是从天上而来 还是从人而来的 耶稣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呢 如果司机长 经师和长老 回答从天上而来 那就是承认若汉 习者若汉是在代表天主讲话 他们也应该听从若汉的宣讲 及时悔改 但事实呢 他们没有听从若汉的宣讲 依然生活在他们虚伪的世界里 所以他们不能承认 习者若汉的宣讲是来自于天主的 如果他们说习者若汉的宣讲是来自于人的 他们会被穷众用石头给砸死的 因为穷众们相信 承认若汉是一位先知 而先知就是天主所派前来教导百姓 使百姓重新回到天主的身边的人 所以在最后呢 司机经师他们和那些长老 他们才昧着良心说 我们不知道若汉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 那耶稣也对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其实不是耶稣不想回答 而是他们已经被他们自己的那些偏见所蒙蔽 一味地想办法要对付耶稣 而不会谦卑自己 听取真理的引导的 如果他们肯承认若汉的洗礼是从天主来的 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承认 耶稣的宣讲是来自于天主的 因为耶稣所行的 所做的事情都比若汉大 但正因为他们不承认 所以耶稣也才避而不谈 他的权柄是从何而来 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在生活当中 我们也应该避免因自己的偏见 而导致我们看不到真理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不要用自己固有的想法和观念 或者偏见去判断一个人 因为无论什么人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身上 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的 正如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所说的 三人行必有我施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意思说三个人一起行走 必定有一个人至少是我的老师 别人的言行举止 必定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选择别人好的学习 看到别人的缺点 反省自身有没有同样的缺点 如果有加以改正 因此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请打开你的心门和思想 不要被自己的偏见所蒙蔽 而看不到真理 让天主圣神很难在你的身上去做工 曾经的司机 经师和长老 因为自己固有的偏见 无法认出耶稣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 人类的救助 请问现在的你 是否也因自己的偏见 而错过了天主圣神的引导 从而离真理越来越远呢 愿天主降福大家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请赞美上主 感谢天主